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第一讲是导论 第二讲是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理论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是如何确定的 第三讲是关于市场机制的定量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用弹性理论来说明的 所以实际上第二讲和第三讲是同一个问题 是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四讲 第四讲我们讨论的是市场的需求方面 为什么需求选项又向了倾斜 这个是用消费者选择理论 用消费者新闻理论用它来解释的 然后的第五讲是供给方面 我们要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的物质技术关系是什么样的 生产成本是如何变化的 那么产量又是如何变化的 第六讲是关于竞争市场的理论 一个竞争的企业如何确定产量 在市场上供给自己的产量 然后第七讲 我们又讨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这些企业如何确定价格 如何确定生产的数量 把这些产量供给到市场上去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第五讲 第六讲和第七讲 其实都是关于市场的供给方面 是关于这个供给曲线 为什么向右上方延伸的一个内容 那么再接下来的是第八讲 第八讲我们讨论的是要素市场 我们前面一直在讨论商品市场 那么第八讲 我们把它固斗到要素市场上去了 那么我们要分析厂商在要素市场上 如何确定要素的价格和要素的使用量 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分配的理论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八讲过去了 我们对整个市场机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就是 这种市场机制的运行 它到底是不是有效率的 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 它的运行资源的配置又是有效率的 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一讲 第九讲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其实也是要解释现实中很多问题的 那么我们有很多问题了 可以在这一讲中找到答案的 比方说 关于高速公路的收费的问题 对高速公路的收费 这个定价标准到底应该怎么确定 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这几年里面 政府是要求高速公路在节假日的时候 比如在国庆节 在这个春节的时候 必须免费让这个小客车通行 那么这样的政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讲我们要回答的 那么这一讲所包含的问题也有很多是理论方面的 它从根本上说它涉及到市场和政府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的关系 那么哪些东西由市场来做 哪些东西应该由政府介入到里面来 它包括到底什么是效率 那我们所说的市场在配置资源的时候是不是有效率的 那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 政府在哪些方面来干预经济 干预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些理论问题都是我们在这一讲要讨论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既然我们关心的是市场在配置资源的时候有没有效率 那我们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效率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效率的含义 那关于什么是效率 我们还是从问题出发 我们设想一个产品应该由谁来生产是有效率的 比方说一辆汽车 假设这辆汽车一定有消费者愿意花10万元购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哪些企业来生产是有效率的呢 我们给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比方说有的企业用12万块钱生产 有的企业用10万块钱生产 那么有的企业用8万块钱生产 那么还有的企业用7万块钱生产 我们假设只有这四种可能性 只有这四种企业可以生产这些汽车 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到底有哪一个家企业来生产 才是有效率的呢 那么有企业来生产 它耗费的成本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所耗费的成本 是我们社会所花费的资源来生产这一辆汽车 可以卖出10万块钱的这辆汽车 那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来看 显然成本越低越好 所以在生产的时候 如果是最低层面的企业来生产 贝塔愿意出9万 那么其他人分别是10万 11万和12万 当汽车成本既定的时候 应该由谁来消费呢 显然 愿意出价最高的人 意味着这辆汽车给它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 它的价值是最大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那么一个既定的产品 应该交由出价最高的人 有支付能力的出价最高的人 由它来消费 这个才是有效率的 接下来我们把生产和消费 合在一起来考虑 看看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 我们假设有一笔4万元价值的资源 这些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 价值4万元 那么这4万元的资源 用来生产小汽车或者是卡车 我们假设一共有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 第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 各2万元用于生产小汽车和卡车 第二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 全部的生产小汽车 那么第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 全部的生产卡车 我们看一下这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 给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对生产者意味着什么 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对整个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 第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 各2万元用于生产小汽车和卡车 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成本是2万元 那么在市场上销售的时候 其中小汽车卖出去的价格是4万元 而整个市场上对小汽车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5万元 那么卡车呢 卡车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是2.4万元 而整个市场上从消费者的角度 对卡车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3万元 那么根据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出生产者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消费者从中又得到多少好处 然后汇总在一起 整个社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从汽车来说 生产者得到的好处是4万元的价格 减2万元的成本一共是2万元 这个是一个利润的问题 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有支付能力的最高价格是5万元 支付的价格是4万元 所以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是1万元 这样合在一起 在小汽车的生产中 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总的好处 一共是3万元 那么在卡车方面 对于生产者而言 生产者的价格2.4万 减去成本2万 他的得到的好处是0.4万 这是他的利润 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有支付能力的最高价格是3万 减去实际支付的价格2.4万 他的净好处是0.6万 那么把生产者的好处0.4万 和消费者的好处0.6万加在一起 卡车带给社会的好处是1万 也就是说在第一种资源配置里面 把小汽车和卡车合在一起来看 带给社会的总的好处是4万元 那么这4万元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 它意味着整个社会 从这两个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 获得的总的价值是什么样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为了获得这笔价值 它要支付的代价是什么 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意味着这种资源配置 带给整个社会的一个净的好处 那么这个净的好处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 共同的好处合在一起来构成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汽车的生产中 整个社会所得到的总的好处 是由消费者的评价来说明的 消费者愿意出的最高价格是5万 那么生产的成本在生产者这方面是2万 所以总的好处是3万 那么这个3万分别由生产者的好处2万 和消费者的好处1万加在一起构成的 而在卡车方面我们看到 整个社会从卡车的生产和消费中 获得的总的好处 由消费者愿意出的最高价格来评价 一共是3万元 那么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 由生产者的成本来测度 是2万元 3减2是1万元 那么也就是说 卡车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1万元 它是由0.4万的生产者的利润 和0.6万的消费者的好处 把这合在一起构成的 那么这是第一种资源配置 第一种资源配置 它的总的好处是4万元 第二种资源配置 是把全部的4万元的资源 都拥有生产小汽车 那么都拥有生产小汽车 成本当然是4万元 那卖出去的价格呢 因为市场的原因 卖出去的价格是6万元 消费者对这4万元生产出来的 小汽车的需求 他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我们假设是7万 这样的话 我们据此计算出 生产者得到的好处 6减去4是2万元 那么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是 最高价格7万元 减去实际支付的价格 6万元是1万元 所以对整个社会而言 总的好处是 生产者的2万元 加消费者的1万元 一共是3万元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整个社会在生产 全部的小汽车的过程中 得到的总的好处是7万元 这是由消费者 有支付能力的 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来测度的 而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是由生产者的成本 构成的4万 7减去4 一共是3万元的总的好处 这3万元分配给 生产者2万元 消费者1万元 一共是3万元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种资源配置 第三种资源配置是 全部的4万元的资源 都拥有生产卡车 都拥有生产卡车 所以它的成本 仍然是4万元 那它在市场上卖的价格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假定 由于市场状态 它卖出去的价格 是4.4万元 那么对这一卡车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他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有支付能力的最高价格 我们假设是5万元 那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出 第三种资源配置 生产者的好处 消费者的好处 那么生产者的好处是 4.4万减去4万 0.4万元 而消费者的好处是 他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5万元减去 实际支付的价格 4.4万元 0.6万元 那么加在一起 生产者的0.4万元 和消费者的0.6万元 一共是1万 那么这是整个社会 得到的好处 那这个整个社会 得到的好处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整个社会 从中得到的总的好处是 消费者愿意出的最高价格 由这个价格来测度的 一共是5万元 那整个社会 为了得到这笔价值 它付出代价是什么样的呢 是由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来测度的 一共是4万元 所以整个社会得到的 总的好处 净的好处 是5减去4 一共是1万元 那么这1万元 是由生产者的0.4万 和消费者的0.6万 合在一起构成的 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第一种资源配置 各2万元生产 小汽车和卡车 第二种资源配置 全部的生产小汽车 第三种资源配置 全部的生产卡车 我们看一下它的 总的剩余 第一种资源配置是4万元 第二种资源配置是3万元 那么第三种资源配置是1万元 所以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 显然我们应该把这4万元资源 分配到小汽车和卡车的生产中 各用2万元 这样的话 大概整个社会的总剩余 是最大的 如果我们想分析 这种资源配置 配置到哪一种产品生产中去 是有效率的 那我们需要了解 整个社会愿意出的最高价格是什么 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当然我们中间可能以得考虑 生产者获得的利润是什么 对于消费者来说 那么他获得的一个近的好处是什么 他愿意支付的价格 和他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差额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两个方面 从生产者所获得的好处 以及消费者所获得的好处 从这两个方面来讨论 什么样的资源配置 才是有效率的 都会用的资源配置 就帮你们再来讨论 先来讨论 他们再来讨论 所以我们再来讨论